少年苦修五百年却不能飞升 因为他的系统还停留在五百年前 连新手任务都没有做 即便他已经凭借自身努力成为了世间最强的人皇 可五次渡劫的失败也让他意识到没有系统不可成仙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新手任务是让他击败曾经家族的组长之子 可五百年过去对方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江丽认为成仙之路遥不可及 于是失落地从山边飞下 山下一众大教掌舵者又或者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都在现场 他们来此倒不是为了看江丽失败 反而更希望他飞升成仙 掌教老祖也看得出江丽的失落 可还是要挂上一副欣喜的表情恭贺他修为大掌 与掌教们告别后 不死心的江丽又换出系统 系统你能不能先送我去仙界 我通过仙界就能到地府 我在地府找到江一星然后战胜他 这样就能完成任务了 系统依然冷冰冰的请他先完成新手任务 通融一下赦账行不行 你总不能让我打一个死人吧 请宿主先完成新手任务 江丽一边骂系统无用 一边思索如何完成系统任务 比如找到一个叫江一星的做菜一顿 或者找到一个人强迫他叫江一星 或者在江一星坟头跳舞 当然这些都是备选方案 最先选择的方案自然是去老家 看看江一星还活着没有 说不定江一星得到几百克炎兽胆 那他能勉强活到今天 或者得到什么奇遇突破到原因 七也说不准 江丽当年穿越过来后 便判断该在这个家族有害无力 于是直接离家出走 以现在的眼光看 江一星那所谓全族天赋最好 这辈子最多也就是祝姬 祝姬七的天兽与凡人无异 为一百四十岁 江丽的老家位于大洲皇朝 一座不起眼的小城 这里的最强者也不过是祝姬七 而江丽的雕像赫然立在最中央位置 身为人皇的他乃是九州共同的尊重 地位超然一面即可青山富海 从最初的无名少年 到如今的谁人不识句 江丽大老远便能感受到 雕像处传来的信仰之力 他立刻用法术隐藏气息来到江家 江家祠堂江一星的贡牌赫然陈列在面前 虽然在意料之中 但他还是有些失落 这是祠堂外一位老人前来祭拜 江丽略施法术 一眼便看出他是江一星的后代 不是江一星的儿子就是江一星的孙子 不知道垂他一顿会算得上江一星头上吗 江丽想了想还是感觉不太可恶 突然他被几道吵闹声打断了思绪 原来是几位丢了孩子的父母来江府要人 可江家仗着是人皇世家 连城主府顾位也甘愿当牛做马 为他们驱赶众人 江丽人都傻了 自己明明五百年没回过家 这样都不能证明他和江家旦的关系吗 可在别人眼中 他只是为了营造自己大公无私的形象做了宣传 血浓于水的亲情谁又会相信 当江丽询问一名散修那丢孩子是怎么回事 青年男人突然面色大便令他不要多管此事 因为自己也是路过的修行者 本想帮帮这些可怜人 可以查卓士把他吓了一条 江丽见状直接拿出了道宗令 见此令牌者 如见道宗宗主本人 原来近两百多年 这里时常丢失不到一岁的婴儿 最初清城府还派人装模作样的找孩子 最近两年干脆装都不装了 直接说人手不够不找了 男人大胆猜测这些婴儿是用来修炼魔工的 不过他也没有证据 江丽听后直接飞到清城上空 以自身为中心神室扩散数万里 然而就当他以为一切正常时 不然在江家后院发现了一处空间扭曲 在那片扭曲的空间中走出一位老者 此人正是江丽先前遇见的那位 待老者离去后 江丽来到这里轻轻一点便再次打开空间 一进入空间 刺鼻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 数百具骸骨堆在山洞两旁 还有两具尸体完整的婴儿 江丽眼中泛起一丝杀意 看来五百年没回来一次 确实是他的错 与此同时江家组长见老者到来十分惊讶 老祖怎么提前出关了 是否已经迈入化神 老者摇摇头 迈入化神谈何容易 你再给我去找几个婴儿 江组长文言面露男子 最近丢失的孩子有点多 那些父母在城中闹得沸沸扬扬 已经开始怀疑到咱们头上了 老者冷冷一笑 那不如正好捉来一桶血迹 让他们和孩子团圆 待老者话音刚落 江丽便神出鬼没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你怎么不去下面和你父母团聚呢 江丽二话不说 上去就是一拳 这一拳的威力直接把江家祠堂轰成了渣渣 府外众人都还以为地震呢 待烟雾散去老者已经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 这时系统声也随之响起 恭喜宿主战胜江一新 新手任务完成 见对方如此恐怖 老者急忙说出自己名讳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江人黄的哥哥江一新 江丽听后都快气笑了 拿着老子名号行魔道之事 你可真狗呀 出来吧 叫你来不是让你来看戏的 这时虚空中浮现出一道身影 我说你动作会不会太大 隔壁城主府都塌了一半 此人乃是大舟黄机制 江丽也撤下自己的伪装 五百年没顾问家族 是我的过错 毕竟这些邪碎是用我的名号扯大器 老者看到江丽的瞬间 直接压麻呆住 而人们对江丽这张脸太熟悉了 一进城就能看见这封青铜雕像 下一秒众人纷纷跪倒在地 谁能想到如此小事 居然能令人黄与周皇同事降与 如此恶事放在别人诸九族都不过分 可毕竟这是人黄江丽的家子 诸九族谁有那个本事 于是周皇机制决定进入时间长河 看清他的所作所为在做定谱 大周皇是精通时间之道 可以追溯未来与过去 事情果然跟江丽说的没有任何出路 修行魔道人人得而诸之 其他包庇的城主 官员一律拿下 择日处以行神俱灭之法 江丽这事开口 最后我再问您的是 你是从哪里得到血迹之法 又是如何得知 用我的信仰之力消磨掉婴儿怨气 在三百八十年前 当年江一星天寿将至 却苦苦徘徊在住击中期 这是一位神秘黑衣人到来 随手一指便将他从住击提升到了金丹 而后黑衣人又无偿将血迹婴儿之法送给他 黑衣人看出了他的犹豫 便告知江丽的人皇信仰之力可以消灭怨气 从那以后黑衣人便再也没有出现 江丽听后陷入了沉思 三百八十年前他还未成就人皇 黑衣人又怎么得知他会拥有信仰之力 他是世间最强的存在 可唯独不能像正常修饰一样飞升成仙 因为他的系统还停留在五百年前 刚刚完成新手任务的江丽点开奖励 可奖励给的力量 连他现在呼吸一次产生的多动力 既然是系统给的好东西 那不要也罢 毕竟谁会炼化来历不明的力量 接着他又用两分钟看完其他奖励 结果是又浪费了两分钟 这些无意不是给炼器器用的 江丽现在也就盼着系统能让自己真的飞升仙戒 新任务发布 加入华云宗后 华云派大长老的孙子云波看你不顺眼 处处刁难你 请你用压倒性的力量战胜他 这家伙江丽倒是有点印象 正当他准备前往华云宗时 突然一道通讯服出现在他的面前 此人乃是江丽坐下第一统领 被打成这副模样让江丽都下了一条 他可是知道澎湖有多强 是单用肉体就能和肚结器抗衡得很 九州能把他伤成这样的一巴掌数得过来 江丽试探性的问道 你又和你媳妇吵架了 骨子摇了摇头 那是有天魔入侵吗 骨子再次摇了摇头 别猜了江哥 前段时间孟江皇找到了一个美人 可这孟江皇也不与那名妃子型男女之事 只是单纯的看着 而大魏皇朝的魏皇和孟江皇关系极好 魏皇出关后便好奇地想要看看此人究竟如何冒猛 能让孟江皇至此 可没想到这一看就出事了 魏皇竟然说让孟江皇把美女让给他 临时功法国土任由孟江皇挑选 孟江皇当然不愿意 最后两人甚至动起手来 这还不算完 我去劝说 没想到两人最后还说在战场上见生死 江丽是同龄九皇的最强人皇 劝阻两个皇朝之间的战争并不是难事 可他有些疑问 骨子你这伤势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应该也打不过你 这才是问题所在 仁皇殿职责就是维持九州整体稳定 骨子知道魏皇和孟江皇的约战后 立即赶到想要劝解双方 谁知道他一见那女人 整个魂也被勾走了 当时差点想把那女人抢走 情急之下他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狠狠地打自己一顿 江丽文言表情逐渐严肃 系统的任务看来要暂时延后了 我这就过去 江丽放下这句话 立即赶往孟江皇朝 离得老远他就看到天上激烈的打斗 可怎么看着像是三个人呢 近看其中一人正是虎子 他咆哮着叫道 美人只配强者拥命 好家伙 让你来劝战又被迷上了 江丽瞬间来到这三人上空 一巴掌把这三个失去理智的家伙拍到头 随后不留情面地骂道 幸亏你们神志尚存 知晓战斗不能波及他人 你们要是敢在国都交战 我一巴掌把你们拍到地府去 虎子不敢说什么 只能黑黑傻笑 孟江皇和魏皇见到江丽也赶忙行 能否让我见一见那名情爷子 江丽的要求 孟江皇自然不敢拒绝 红衣美人安静地躺在金床熟睡 那五官精致不似人间该有的美貌 即便江丽那波澜不惊的心境都有所动脑 可此人他见过 准确地说是见过被列为静品的画像 正在江丽思考之时 孟江皇这边又有控制不住的架势 随后他被江丽一手拎出金屋 这才回过神 此人你是从哪找到的 孟江皇当初吸受意外在一棵树下遇见 他自觉肉体繁胎不配触碰面 便用虚空脱力把美人带回皇宫 江丽见他什么也不知道 便告知三人 此女关系甚大 我要去一趟红尘净土 还望二位国君守好本心 不要被美色沉迷双目 恐怖我回来之前别让任何人进去 江丽临走时还是不放心 于是捏碎玉片布下大阵 九州西域有两大宗门最为主目 一则是有慈悲为怀的佛门 另一个便是只有女子的红尘净土 传言红尘净土的祖是美貌万古 佛祖亦未知动摇 可红尘净土竟不已是 少有人外出 但江丽却是与其有一段阴 故宗大阵开启 只有两位女子前来 一人满脸面舞 一人笑脸盈盈 前者便是净土的长教清玉道姑 而后者则是红尘净土的静心圣女 圣女无论修为和门中威望 均已超过其师尊清玉道姑 可她曾经却偷偷跟江丽说道 之所以不愿意当长教的缘故只有一个 那就是静心道姑的称号不好 静心圣女笑盈盈的迎接江丽 与平日巨人千里之外的笑容大不相处 一别多年 你还是这般温柔 比无理取闹的某位道姑强上许多 江丽的话顿时令清玉道姑清精爆调 她为何生气江丽 因为当年红尘净土有一株仙树兵死 说救活仙树者可在宝库内任意挑选一件宝库 还未成人皇的江丽救活仙树后上门讨料宝库 可清玉道姑言语之间多有讽刺 江丽愤怒之下竟直接要走宝库钥匙 致使红尘净土的弟子多年不得修炼 十年的道歉才让江丽还了回去 当年江丽就是在宝库中见到画像上有人的真容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江丽把在孟江皇朝发现美女的情况一说 静心圣女和清玉道姑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九州只有轮回转世之说 却从未听说过有死者复生之事 江丽此言实在是违反常识 但静心圣女和清玉道姑却没有立即反过 因为他们祖师不能以常理事之 传闻当年一位仙子下巴 仙子貌美如圣 别说是男子 就算女子也捣不住 其容茂令仙界不少大脑心动 欲把他列为静卵 不惜大打出手 仙子无奈只好下凡逃到九州 而下界的情况也没有比仙界好到哪里去 无论其走到那里 便会引起那里的争端 不过和仙界不同的是 仙子终究是仙人 在九州是无敌一般的存在 就算是有因他而起的争端 也能很快镇压 多宝子问我杜杰成仙这部漫画在哪里看 现在我来教大家一下 首先要下载一个腾讯动漫APP 然后打开搜索栏输入杜杰成仙 最后记住要点一下搜索 这部作品就会自动弹出 着急看的小伙伴们可以冲了 女人死自千年 可仅是遗留在世间的画像 便能令人癫狂 起初人们以为仙子只是单纯的茂名 但后来才发现 只要见过仙子后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不分物种 全都为之癫狂 如今女人再次现身世间 身为人皇的江黎为了世间稳定 她建议红尘净土去林墓 查看下祖师的仙体安在 而江黎拗不过静心圣女 便一同随他们来到牧室 几人刚到便发现水晶封印已经被打开 祖师死前留下的封印 也只有她自己能够解开 静心圣女迅速做出判断 肯定是祖师复活后自行离开了 虽然有所猜测 但真有死者复生发生在眼前 即便身为人皇的江黎也是十分吃惊 梦江黄朝紧挨着红尘净土 两人很快便见到了沉睡的仙子 一见面 静心圣女就感受到与女人那种血脉相连的亲密感 不然就算是女性 也难挡红尘仙子的魅力 红尘净土美女众多 其弟子来源 一是有师长下山游历子 把众议的女子收为弟子 二是使用净土仙桃可以令女子坏胎 静心圣女便是祖师遗留下来的后代 所以才会不受控制 江黎随后将两位帝王拉了出来 她是红尘净土的祖师 我与静心圣女商量了一下 于情于理都该把她送回红尘净土 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 谁料平日唯唯诺诺的两位皇帝 此刻敢努力江黎 江黎也知道女人的魅力 并没有怪罪两人 反正欲视不觉拳头最大 两位帝王虽然有着滔天的修为 可仅是三夕过后 便奄奄一夕倒在了地上 收拾完两人江黎与圣女将其带回了红尘境 清玉道姑原本不信心 满怀憧憬的心情 想要见一面红尘师祖熟睡的先言 但很快冲紧心变为战友欲 然后被静心圣女和江黎联手请了出去 他不明白为什么江黎没有事情 反倒他这个长交相的外人 洞府内不知是换了环境的原本 红尘仙子竟然慢慢苏醒了 当他睁开美眸的刹那 江黎觉得整个人一阵恍神 一旁静心圣女赶忙向师祖行路 三十六代子孙静心拜见祖师 江黎也紧随其后 七十二代人皇见过红尘仙子 红尘仙子眼神迷离 人皇是什么东西 他仿佛失忆一般 只记得自己醒来后走下山去 最后累了找到一棵大树睡醒 醒来便看到一名男子 痴痴地看着他傻笑 问那人话他只会笑 仙子觉得无趣便又睡下 江黎询问他还记得仙界的事情吗 师祖摇了摇头 江黎眉头微皱 总觉得红尘仙子的话中有什么问题 下一秒他用灵力构建出一幅 红尘净土的立体地图 你醒来后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对吧 红尘仙子点了点头 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红尘仙子接连路过两个小镇 凭他的容貌 小镇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 江黎说到一半 静心圣女就反应过来了 不应该呀 每座小镇都有一位金丹七师妹坐镇 他们怎么会出这种问题 江黎撇了静心圣女一眼 有些嫌弃对方的智商 随后便化作流光飞向那两座小镇 只留下静心圣女气的跺脚 他从储物界中拿出一本书狠狠摔在地上 说好的男人喜欢傻一些的女孩子呢 静心圣女赶忙化作流光跟在江黎身后 丢在地上的书面上赫然写报 让男人主动的一百种方法 带两人来到小镇 一片欣欣向荣之景显得如此正常 平常修饰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 可在江黎眼中却显得十分鬼 静心圣女更是几倍发寒 因为他们发现整个上河镇竟没有一个活人 怪不得令仙神都要动摇的红尘祖师来到这里 没有掀起一点奥巴 此人怎么可能对美人有感觉 两人来到一家酒楼 这些人只凭肉眼根本看不出与活人的区别 静心圣女用神识仔细打量了殿小二 发现在她的丹田石海处格有一只蛊虫 一只控制行动 一只控制思维 是极有技术的控尸手法 江黎询问最近有没有特别漂亮的仙子陆布哲 殿小二以为这两人是红尘净土派来调查的 所以据是回答说有 当时她还想拉客呢 但被这里作证的园林仙子阻止 这么说来园林师妹见到也没有什么反应 静心圣女此刻峨眉微醋 难道金丹七修士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死了吗 这是江黎笑眯眯地问道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死了 殿小二一脸茫然 随后江黎摆了白手让她接着去忙吧 她再次用神石扫描周围的八镇 只有上下河镇的人死了 走去下河镇 我察觉到下河镇有一位金丹女修 应该是你们的人 对于上河镇的园林静心印象不深 但对于下河镇的杜心儿她却印象深刻 此时杜心儿盘坐在用廉价的聚灵阵中 只是不知道最近几年是怎么回事 她感觉灵气进去身体多少就出去多少 杜心儿自嘲觉得自己这种人留在门派也是雷坠 这是一道清脆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谁说你是雷坠 此刻静心眼眶中的泪水在不停打转 几年不见如今已是阴阳两额 杜心儿同样是一具会动的尸体 是师姐对不住你 是师姐失职 静心圣女抱住杜心儿放生痛苦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杜心儿依旧牺牲细语地安慰静心圣女 只是杜心儿的话却像一把刀柱插入她的心中 片刻后静心勉强打起精神 这位是现任人皇江陵 杜心儿惊叹了一声 因为静心常常在她面前提及过江陵 人皇人皇 听说明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可比肩心人真的吗 江陵看向远方 曾经以为她也这么女 但现在发现自己既不能飞升成仙 亦不能逆转生死 不过是一介凡人罢了 她是世间最强的人皇 即便自身已经超越所有生命 可因系统的新手任务还停留在五百年前 自己却不能飞升成仙 看着眼前已经死去的女子 她也意识到自己终究不过一介凡人罢了 反正也找不到园林 江陵与圣女两人索性就在夏合镇座下 想要陪陪杜心儿 这几日的光景让杜心儿觉得自己过得好幸福 只是杜心儿没有看见两人黯淡的眼神 因为只要找到幕后之人 他们这些行尸走肉便会真正的死去 这时静心圣女用神识探查到园林终于本来 她眼中露出一股罕见的凶人 只是一划而过 空中毫无察觉的园林便被死死控制 刚开始园林仗的酒意还很凶 但她发现是圣女后立马就老实了 你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几个月都不回来 静心圣女刚要爆发的怒意突然戛然而止 因为她发现园林也已经死去 难道她也是受害者 你知道现在上河镇和夏河镇没有一个活人吗 园林听后一乱 她开始以为静心师姐发怒只是因为自己善利岗位 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大事情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解释道 有次几个刁民闹事 她一着急把几个刁民杀了 结果就有人嚷嚷着要去告宗门 怕宗门发现她就用尸骨控制了几人单体 不久后被杜心儿师妹看出端木 园林无奈下将其杀害 园林恳求师姐饶她一命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死了 园林同样也是一具被尸骨控制的尸体 只不过她自己浑然不真 而将离此事理清了大致脉络 以园林的修为大概只能控制尸体的行为 但控制不了思维方式 应该是随后有人把园林杀死 再给所有人的用上尸海骨头 这是静心圣女笑盈盈的让将离离开这个 将离被这个笑搞得有些头皮发麻 片刻后屋内传来撕心裂肺的嘶吼 最后静心圣女用法术清扫干净现场的鲜血 不过刚出门便听见将离给她的传话 杜心儿那边好像出了问题 两人迅速来到现场 将离指了指一旁的灵女 可静心圣女顺着看去并无什么异常 将离劝她不要用神识去看这一缸灵女 不然心里会承受不住 偏偏将离这么一拳 她反倒是要用神识扫脑 这玩意儿竟还能抵抗神识 静心圣女加大神识强度 可当她透过灵女表皮看到其中所隐藏的东西 整个人差点吐了出来 这哪里是一缸灵女 分明是一缸伪装成灵女的蛊虫 看来有人把蛊虫加入灵女 让你们红尘净土的人吃了 就是不知道蛊虫的作用是什么 这时将离的通讯符亮了起来 红虎查处能练出让死是行动如常的尸骨 最起码也要合体七 不过蛊族长老说现在蛊族最厉害的也才原因七 他们说蛊术蛊籍严加堪管 外人不可能修炼 不过我试了一下 能轻松偷到蛊族 当然现在已经还回去了 将离摊开手心 展示手中的灵女 询问这蛊虫的用处是什么 此乃空心蛊 只要让人服下 即便日后成为合体化神 蛊虫的主人也能控制心神 因此蛊族有祖训 禁止培养空心 虹蛊的话音刚落 静心圣女框当一身跪倒在地 她不敢细想红尘禁土有多少人体内有空心 和其他蛊虫一样 要么杀死蛊虫主人或主动解开 要么成就渡劫修为 渡劫时的雷劫会摧毁蛊虫 将离将通讯挂断 随后来到圣女身旁 幕后黑手暗中操控几十年 直到现在都没有发动空心 说明对于幕后黑手而言 时机还未成熟 有我在 任何事情都有挽回的余地 将离低沉而严肃的语气中 带着不容置疑的信心 让静心圣女逐渐恢复常态 可当两人准备回到红尘禁土之时 却被护宗大阵形成的光幕拦在外 光幕后一人正冷笑地看着迟来的脸 此人正是被红尘禁土逐出的长老 悬崖道姑 悬崖道姑秘密筹化了多年 可当将离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慌了 他自负自己实力很强 但面对当代人皇 那可真是连跑都不敢跑 身为九州人谁没有听过将离的传说 那可是金丹展元英 合体杀渡劫的爵士狠 历代人皇虽说战力超群 但也没有这般离谱 本来悬崖道姑是准备回来争夺掌教之位 所有原因妻弟子几乎都被他控制 就连化神妻也控制不少 原本计划着再过些日子就行动 但有一天他突然好奇红尘祖师的传说 好奇心趋势下 他令祖师后人找来了红尘祖师的画像 可当他看见那幅画后 整个人如遭雷击 最后千万思绪最终化为一 他要生生世世守在祖师身边 在阴谋被江离识破后 他直接用万千弟子的姓名作为筹码 只是轻描淡写之间 其中一名弟子便毫不犹豫地掏出心脏 顷刻间毙命 清玉掌门为了弟子不得不向悬崖道姑低头 江人皇 静心失智你们来晚了 悬崖道姑把清玉踩在脚下一脸嘲讽神色 因为红尘净土的护宗大阵建立万载岁月 从未有人能将其攻破 要知道这可是红尘师祖从仙界带来的阵子 寻常仙人全力攻击 大阵都不会震动一下 更何况江离只是一位肉体繁胎的大成妻 又不是什么仙界至尊 哪能比得过仙界大阵 一旁静心圣语看到师尊被人如此无虑 几十朵爵士清廉于虚空疯狂攻击大阵 剧烈的爆炸热浪将附近一位屏蔽 但护宗大阵仍旧不受影响 江离见状上前拍了拍气喘吁吁的静心圣语 换我来 简简单单三个字透露出江离的信心 悬崖道姑仿佛听到很好笑的笑话 江人皇 我敬你为九州做的贡献 也不想如你 背下巴 我敬你命 你也别再记恨我 咱们一笔勾销如何 还未等清玉说话 江离就挥拳抡下 万年未损的护宗大阵 此刻就像镜子一样碎裂开了 玄埃整个人眼珠子都快蹦出来 清玉也是人都傻了 见江离携进心圣语一步步向他走 他连忙指着那千余名弟子 这些弟子都被我种下空心 只要我一个念头 他们都会自杀 你动作再快能快过我一个念头吗 江离确实没把握快过一面 玄埃道姑听他这么说松了口气 他告诉江离 自己的要求也不多 只要让他带着红尘师祖一去 一切都好说 可江离却自不自的说道 但我何必要快过一面 玄埃道姑见识不妙 连忙命令一些弟子自杀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江离随手一挥 那上千名弟子体内的蛊虫 却被瞬间斩灭 那刚准备自杀的弟子立刻不再自杀 玄埃再次人傻了 这特么连剑器都没有砍出来 抱歉我剑法余顿 玄埃道姑见江离 举起长剑下的魂飞魄散 连忙要跟江离说明自己的价值 然而江离连听都不听 一剑麾下 杀你就不用什么剑法 随着这平平无奇的一剑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 江离原本想让静心圣女 自己解决这件事 但奈何此事超出 静心圣女独自处理的范畴 便只能自己带忙 多谢江人皇帮红尘净土度过此劫 小女子静心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江离见她还能开玩笑 想来道心无碍 随后她走到清玉面前 被人算计到整个宗门 差点沦为何欢宗 你们红尘净土长点心吧 此时我会替你们保密 不会外传 清玉真心实意向江离行了大 正如江离就她之前所说的 此前恩怨一笔勾销 江人皇往后便是拯救 红尘净土的恩人 她是统于九州的最强人皇 却被后背拍着肩膀扬颜照着她 因戏同胞 她只能隐藏身份 从五百年前的新手任务做起 只有这样才能飞升成仙 来这个秘境历练的大多数人 都有自家长的压阵 不过万事总有例外 例如江离旁边这人 此人整个宗门也只有她与师父两 师父平日云游四方 她也成了一介散修 见江离也是一人便前来询问 江离说自己师门只有她辈分最大 所以没有长辈陪同 身为仁皇殿殿主 自然是辈分最大的 可在男人看来 江离这话无疑是在说 他们师门的长辈已经死光了 只剩下他一人 心生怜悯的秦乱拍着胸脯说道 兄弟你放心 看在咱们同病相怜的份上 到了玄妙秘境中 兄弟我罩着你 对了还没请教兄弟尊姓大名呢 江离本想着还用张离的名字 可以想到道宗宗主小人得知的样子 他就气得咬牙切齿 于是江离又给自己换了个心 叫孔离 而秦乱是个咸不住嘴的人 见江离不怎么说话 他就一个人使劲说 你看那人是忘情宗的 这个宗门的人没有感情 只信手中的一把剑 七杀盗子我和他交过手 时局里我只赢了八局 江离怀疑他在凡尔赛 但没有证据 这时天空忽然一阵樱花飘过 只见两位身着粉色纱裙的女子 飘然落下 这次有人替秦乱喊出了两人来临 是洛英兵分钟的宋颖和他师傅 秦乱再次给江离普及教育 这也是个不好对付的人 我和他交过手 时局里我只赢了六次 少女宋颖刚一落地 就连蹦带跳地跑到秦乱面前 秦乱咱们又见面了 这次我可不会输给你 说完他还养了养粉嫩的小拳头 但秦乱并不搭理他 反而是提醒江离 孔兄一定要小心送你 他觉得打不过我 就想用美色乱我到心 心机十分重 江离忍不住问道 有没有可能是人家真的喜欢你 谁料秦乱斩钉截铁地说绝无可用 因为有一次问他 你是不是喜欢我 他说谁会喜欢你这个笨蛋 本以为秦乱已经够无敌了 谁曾想江离与他半斤八两 两个直男在此刻的想法达成了一致 一旁的颂影气鼓鼓地瞪着秦乱 为什么假装看不见我 我要是没看见你 怎么可能跟孔兄介绍 秦乱说得理直气壮 见两人有吵起来的架势 江离问道 秦兄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江离看出此人助击后期的身体 却有着化神器的灵魂 想必是夺射来的 果不其然此人一直资质悟性都很意外 可自从掉落悬崖后 就像开了窍一样 短短半年就从助击前期修炼到后期 能进入玄妙秘境的人数只有800名人 当个门派共800名弟子都进入玄妙秘境后 江离作为第801个 不仅不慢地走入秘境路口 一旁的人赶忙劝努 强行进入秘境会受排斥受伤了 江离有些疑惑 他能感受到一股排斥的力量 像是一个婴儿在推一头大象的感觉 一旁的人直接傻了眼 不禁怀疑刚刚是不是数错了人 进入秘境后出现在江离眼前的是 由灵气凝聚成灵水 江离被这美景吸引 看着头顶的仙河 下一秒那仙河坠落在地 溪流边也随之升起吹烟 与此同时不远处传来柔弱的呼救声 只听声音就能想象出声音的主人 定是个美丽娇柔的女子 而江离却充尔不闻继续专心考用 侠士救命了 有人想要非礼我 名若能救淳儿 淳儿愿意以身相许 绝美的少女一不遮体 用这种方式考验干部 哪个干部顶得住 然而江离就顶住了 他一眼就看出少女实力 大概只有练起一二层的药 放在九州这种天赋 也算是一级残废了 能让这种人逃走 追他的人实力也不会太高 果然还未等淳儿再次开口说话 追击的人就已经把两人团团为主 几人还没来得及群起而攻之 便被江离打飞了出去 感谢恩公救命之恩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看着女人眼中满满的爱你 江离也温柔地说道 下辈子吧 随后女人请江离去村庄一座 以此感谢救命之恩 匿境中的灵气 比九州的密度高出数倍 也真是难为淳儿 有这么多天才地宝的情况下 还能保持练起两层半的水平 根据淳儿的描述 江离大致得知这里 最强的宗师镜也才等于练起七到九层 有众多美女倒贴 所谓宗师之镜在自己手里撑不过一招 又有海量天才地宝帮助自己升到原因 做梦都不敢这么想 这些骑士对江离没有什么吸引力 不过他大致猜出来 秘镜想要考验的那里 江离还是按照秘镜的意愿行事 决定称霸天下 几天后江离坐在偌大的皇宫内 无聊的摆着哈起 此地并非九流之地 我要走了 淳儿听后就哭了起来 我知恩公并非此界之人 但我们就没有一点让恩公留念的地方 江离实话实说没有 可后宫家里三千任君采血 难道恩公不心动吗 江离直接一句话说得他哑口无言 我见过红尘仙子 也不知道淳儿是从哪听说过这个称号 他没有放弃继续说道 国库中的天才地宝难道不能吸引恩公吗 江离没有回答 默默拿出一枚造化九转仙丹 若非成仙天梯一断 单凭此丹就能立地飞升 其价值不可不量 淳儿显然识货 他此时此刻都想说 仙丹给我 我和你一起回九州好不好 江离叹了口气 我身为当代人皇 九州共尊 怎么想也比当一个秘境之主好吧 你说是吧孟淳前辈 此言一出淳儿也不再伪装 还以为我幻术高明 能瞒得过道友 却不曾想示我姿势过高 大孟居是真名孟淳 是八百年前艳冠天下的领袖 至于幻境 当江离踏入秘境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看出来这里是幻境 一切皆为虚幻 男人随手拿出的丹药 便能令人立地飞升 世间最美的女人 也入不了他的法眼 身为仁皇的他九州共尊 无论宝物美人还是权势 对他来说都不过浮云罢了 秘境之主虽然不知江离来此的目的 但以江离大成七的修为 足可以随意摆弄自己的秘境 但江离却没有 既然对方给他面子 他也就不会过问江离来此的目的 孟纯略带歉意地说道 不知当代人皇来此 是孟纯失礼了 如今出现在江离面前的 不过是他在杜劫前留下的一道残念 江离笑了笑 哪里哪里 是我胡乱闯入秘境 给孟前辈添麻烦了 见孟纯犹犹豫豫的 江离询问他有什么不防止言 孟纯说曾经也见过自己时代的人皇 算得上是一代英杰 却不似江离这般宛如折仙 深不可测 难不成您已经飞升了吗 经常修饰度劫失败 必然会魂飞魄散 自己也是经历过的 但对面这个男人竟然度了多次天劫 即便活久见的他也闻所未闻 江离没有在这个话题上说太多 孟前辈这次不知幻境 是想讨厌小家伙们 对美色宝物诠释的抵抗力吧 幻境知道的神奇之处在于 会让修饰自动忽略这些不合理的地方 对幻境越陷越深 最后无法自拔 还没等孟纯说话 这时躺在地上的情乱 发出乌乌的声音 这是要堪破幻境的征兆 幻境中的时间与现实不同 换算下来 情乱已经在幻境中待了一个月 见有人要醒过来 孟纯微微一笑 道友 待本次秘境结束后再论道 他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 只留下一句话就消失不见 情乱醒来后有些迷糊 随着他慢慢变得清醒 意识到刚才的一切都是幻境 他见到若女子求救 出于同情心他便相救 又出于对天下百姓的同情心 一统天下换来了和平盛世 但还好他是超级直男 没有被美色迷惑 坚信自己修行才是自身理念 当他看到只有自己和江离清醒着 就知道目前只有他们二人 通过秘境的第一层考验 孔兄真人不露相啊 秦乱挠了挠头 枉他还自欲强大 大言不惭地说照着人家 江离呵呵一笑没有多言 两人等着有些无聊 江离便自言自语道 梦前辈能否让我看看 小家伙们在幻境中的表现 这时秘境中水汽明具成一面水镜 秦乱还以为这是先醒过来的奖励 也凑过去观看 水镜上显示的是那名被夺赦之人 幻境中的精力都大同小异 李立通成就至尊后 不断靠宝物提升自己实力 可唯独不灵性后宫 被幻境判定没有沉沦女色 所以通关 李立通当然也喜欢美女 但奈何修炼的是童子宫 不能进女色 他也很绝望啊 戴琪醒来后 发现自己还是助记后期 心中不免有些空荡 见江离和情乱聚精会神的看水镜 便知自己紧排在第三名 他必须要成为本次秘境考验第一名 因为获得第一名的奖励 对他重返化神有很大的帮助 念及这里他突然面露凶色 随后用血液凝成敌手 直冲江离两人 秦乱发觉后本能地把江离护在身后 这一刻他感知到了死亡的将领 可还没等他回过神 江离便一脚将气踹飞了出去 就这种心境也能成为化神 真是不知道走了什么运 这轻飘飘的传音点破了李立通最大的秘密 让他害怕不已 再不敢动弹分毫 看到秦乱震惊的神色 江离告诉他接下来是宋颖的幻境 秦乱听到是宋颖的幻境 便放下了对江离的好奇 宋颖的幻境和他人不同 他救下来的是只有炼气气的秦乱 之后宋颖放弃天下 和秦乱隐居山林 幻境判定宋颖抵抗住对权势的诱惑 通关 秦乱人都傻了 这妖女不是想乱我到心吗 为什么他要救自己 为什么他不吃天才地宝 为什么要放弃王权 秦乱没有说话起身走到远处 他想静静 之后有人陆陆续续地通过幻境 只是时间很长 甚至有人活活老死在幻境中猜出来 这时孟淳的声音从天空传来 前一百人可以进入下一层 其他人挑战失败 离开幻境 孟淳也不管排名靠后之人的意义 直接把剩余的所有人赶出幻境 现在公布第一层考验排名 不知为何江离从孟淳的声音中听出幸灾乐祸的声音 第一名 人黄江离 当念出人黄江离的时候 人群就像点着的火药桶 轰得一下子爆开了 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秘境出错了 但随即反应过来 秘境的主人陨落于八百年前 根本就不认识人黄江离 只有可能是真正的江人黄来到此处 想到这里 小家伙们谁还关心第二层的考验 都在寻找人黄的身影 秦乱就站在江离身边 他与李立通是最清楚江离是第一个初开的 可就在这时 一股突如其来的困意席卷众人心头 江离倒是无事 他不慌不忙地从储物界中拿出床备 舒舒服服地进入梦境睡了起来 男人只是一滴血便撑爆了极品灵气 系统给的秘境碎片 他几百年前就有了完整的地图 如果不是不知道仙界的坐标 江离早就一拳一拳锤破续空过去 此次只要通过秘境第二层考验 他就可以获得系统中唯一有用的空间传送功能 漆黑的空间中再度响起梦淳的声音 现在有一百名修士进入梦境 你们可以随意想象自己的强大 战斗到最后一人者 为优胜 在场之人一头雾水 可有人隐隐约约知道梦淳的意思 于是用手托起远处的大山 那座大山居然真的被他举了起来 旁人看到这一幕也明白了 你有多强 权在于你的想象 有人把自己想象成金丹修士 居然自己真的成为了金丹修士 有人直接成为原因 有人摇身一变 变成身长不知几千里的大袍 实力强弱全凭想象力丰富 此时此刻的战斗不亚于一场劫难 下时间场面乱作一团 众人玩得不亦乐乎 连江离是人黄的事情都忘在脑后 看到小家伙们打得如此花里胡哨 江离陷入沉思 他想的自己的战斗方式是不是太过平淡 每次就是一拳锤过去 要不自己也搞点花样 一旁的七杀盗子最喜欢节天七杀杯 常搜集相关传说 因此他想象出来的节天七杀杯具有极大威能 想象力也是基于自身认知 此刻众人中唯有情乱没有胡思乱想 他只是不断思考什么样的金丹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单凭这一点 他就要超过在场所有人 情乱见李富贵如此便嘲笑起来 李富贵你冲什么大头算 真以为自己是七杀盗人了 七杀盗子听到情乱还用俗名称呼自己 不经大怒 他随意挥出一道杀气剑影 便要斩下情乱多士的舌头 这时宋颖挡在了情乱面前 丢出一朵虚幻青莲挡住剑影 江离有些无语 因为这宋颖竟身穿红尘净土的道府 以青莲为武器 看来他十分崇拜静心圣灵啊 面对合体七的宋颖 七杀盗子认真起来 金月他必斩下情乱的舌头 仁皇来了也挡不住 宋颖用层层清联保护两人 但终究防御有限 最后在即将被斩杀之时 江离用灵气化解了两人的冲击力 秦乱和宋颖见识江离救下自己 连忙行礼感谢仁皇救命之恩 江离摆摆手 算不上救命 梦境中死不了人的 江离又转过身笑呵呵的对七杀盗子说道 你火气很大吗 七杀盗子面对仁皇自是不敢嚣张 他回应只是想试试自己的潜力吧 江离叹了口气变回原本的模样 如何 你想和我交手吗 他看得出七杀盗子跃跃欲试的眼神 请圆皇指教 七杀盗子摆开架时 江离也生气 年轻人嘛 不知天高地厚也正常 自己在助击七的时候碰到这种事情 他也敢挑战上一任人皇 此刻截天七杀盗子释放出的建议 连空气都被切割破碎 七把仙剑垂直悬浮在七杀盗子身边 只见七杀盗子握住其中一把仙剑 大喝一声沙字 江离面对这一剑不闪不闭 伸出大拇指和食指 轻轻捏住七杀仙剑 仿佛捏着一片文毛 七杀盗子瞪大双眼 不敢相信这一幕 他也没想着砍伤江人皇 但最起码也让对方感受些压力好吧 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捏住仙剑 有点东西 一般的合体七修士挡不住这一剑 但伤到杜劫七修士就够呛了 江离点评后轻轻一抛 就把仙剑连带着恶然的七杀盗子一同扔向身后 七杀盗子出招动静太大 惊动了战斗酣畅淋漓的其他人 要是放在以前 他们肯定会怀着十分崇拜的心情拜见江离 现在他们虽然依旧崇拜江离 但也觉得自己很强 在这个念头下 他们对江离的崇拜之心下降许多 诸位 你们就不想让江人皇指点自己吗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被扔飞的七杀盗子给了大家一个合适的理由 江离笑着应下 你们两人也可以加入他们 与我交手 宋莹有些犹豫 但情乱却知道 能见到任皇已是不易 能得到其指点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两人加入到跃跃欲试的人群中 随后率先动手的竟是被夺射的李立通 他之前被江离一脚踹飞 认为对方是仗着境界七塔 如今他想象自己已经突破合体后期 可下一秒江离又是一脚 同样的剧情再次发生 只是这一脚飞得更远了 人也口吐白莫昏了过去 此时众人热情被当场浇灭 要知道李立通可是在他们中能排进前五的存在 就在无人赶上前之时 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 对付人皇不用讲道义 大家一起上啊 擒乱看得很清楚 刚刚又是七杀稻子喊的 喊完后就藏在人群里 装作与自己无关 煞世间天空中四爪金龙摇身一变 恐怖的剑士仿佛要重塑此剑 一位掌控雷劫之人在江离上空凝聚 江离见到这五花八门攻击嘴角一勾 真是群有活力的小家伙 羡慕你们还有梦想 不像我 想不出比自己更强的存在 江离仿佛没看见这些攻击 而是自怨自疑 虽然是在梦境 但江离却没有变得更强 究其原因是他无法想到如何才能变得更强 他只差进入仙界把一身灵气转化成仙力 但仙力是什么样子的他想象不出来 而且就算是真仙来了 他也有把握击败 要说变成哪个种族 自他成为人皇后 最强种族的名号就落在人族头上 再也无人撼动 要说掌握什么神通 基本上他一学就会 要说掌握什么仙气 他倒是有一剑 天雷之中他认为心魔仙雷威胁最大 谁能一边对抗心魔 一边对抗威力不减的仙雷呢 小家伙想法不错 不过威力还是差了点 将离一眼就看出这是何种雷杰 他一把将掌控雷杰之人青睐 两人一同处在心魔仙雷范围之中 修仙界 雷杰只能一人堵 人越多雷杰威力越大 掌控雷杰之人一脸骇然 下一秒他发现自己竟无法控制雷杰 可心魔天雷的威力却开始不可遏制的膨胀 落雷之声回荡整个空间 就连听到雷声的人都在瑟瑟发抖 可将离面对这恐怖的雷杰竟打起了哈欠 躲在幕后看热闹的孟淳也都吓了一跳 此刻他一人抗下双倍雷杰 只让掌控雷杰的后背面对心魔 可过了会将离巴基了下嘴巴 觉得这雷杰不够近 此人能想象的最强雷杰对他来也说不过二 将离又把一脸猛逼的情乱也拉了过来 雷杰之力提升四倍 情乱慌了一下很快就定了定神 他相信将人皇只是让他面对心魔 而不是面对恐怖的落雷 将离一人抗下四倍雷杰 没多久还是觉得差了点意思 可他并没有接着拉人进来 因为不能自己想让雷杰按摩就摧残九州的花朵 将离觉得自己蛮有大具观的 就在这时掌控雷杰之人 因为面对心魔束手无策 身体在不断颤抖 将离一巴掌打在他的后脑勺上 直接把他从心魔中拉出来 小家伙 就知道让别人对抗心魔 自己面对心魔怎么这么没用 那人好不容易从面对心魔的恐惧中回过神来 听到将离如此说便忍不住问道 将人皇 您为何没有陷入心魔当中呢 要知道心魔不可回避 没有任何化解之法 就算是仙人也不能例外 将离想了想解释道 大概是我之前把心魔做怕 心魔现在不敢出来见我了吧 此话一出那人彻底傻眼了 让心魔害怕 到底人家是心魔还是你是心魔的心魔 那人临走前还十分羡慕地瞥了一眼 还在对抗心魔的情乱 片刻后情乱竟然直接破解心魔 让一旁观看的人很是惊讶 将离也忍不住询问他的心魔是什么 小时候情乱的师父常常把他一个人丢在惯里 惯里黑漆漆的像是闹鬼 他就害怕 将离还以为他的心魔是鬼魂 谁料下一秒情乱说道 我的心魔是师父袁武行 刚才心魔化作他的模样 我把他狠狠打了一顿 将离文言心里直呼好家伙 袁天行就是当初他在江家偶遇的那个散秀 没想到你师父当初拉住我 在秘境入口你又拉住我 你们师徒俩就会找我是吗 这时梦醇声音响起意味着本次秘境将要关闭 奖励也一次结算 众人连忙对将离鞠躬行李 谢人皇指点 我等必将铭记于心 能得到一次人皇指点 胜过十次秘境奖励 待众人离开后将离笑着问道 梦前辈看得可高兴 还以为能看到传说中的大成七 结果你完全没施展出来真正的力量了 将离也没有办法 除了那个小家伙变得真龙有杜结七身体的强度 其他人最高也才合体七 将离一拳一个 生怕会给他们留下心理阴影的 万一我成为他们的心魔 那他们修炼可就难了 梦醇也笑道 那不如让我来试试大成七的强大 将离点了点头 梦醇可是差一点就到杜结七的顶尖大门 他在梦境施展梦之道和幻术之道 种种奇妙法术层出不穷 但依旧逃不过被将离一只手破解的命运 梦醇彻底服了 将人皇凝视第一名 按照奖励规则 可以随意向我提出一个要求 想要我干什么 我的立身功法大梦千秋吗 还是说想要我 将离笑着无视了梦醇的调戏 梦前辈说的哪里话 我不请自来已经是坏了秘境规矩 哪有人皇和住击七小家伙们抢击人的 梦前辈没有追究我进入秘境的事情 作为回报 梦前辈不妨说一个让江某帮的上忙的要求 见将离无视自己的调戏 梦醇心中还是有些失落 您能让我脱离秘境 回到九州吗 将离思考了一会儿 现在还不行 如今的你只是一缕寄托在玄妙秘境的残念 必须要集齐三魂七魄 才能脱离秘境 可梦前辈的残念 是我所见得过的残念中神志最为清楚的 据我推断 将离说得十分笃定 让梦醇心生希望 两百年后 我来为你护道 与梦醇做好约定后 将离便飘然离开了玄妙秘境 此时秘境门口听到许多人炫耀自己收到人皇指点 有意思的是原武行也来了 自从和将离分别后 他用了两个月时间巩固修为 闭关结束后 听说自家的关门大弟子勤乱来到玄妙秘境 他生怕被别的门派欺负 连忙赶过来撑门面 小乱我跟你说 我在青城见到江人皇了 师父我跟你说 我在秘境见到江人皇了 师徒俩一见面就相互炫耀 一口同声地说着相似的句子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看来我与二位很有缘分了 这时将离也现身跟师徒俩打了声招呼 我来这里没什么事 也就跟你说一声 好好对你的徒儿 别让你成为他的心魔 将离拱完火立刻就飞走了 几天后 宋颖心冲冲地跑到清风关的时候 发现大门紧闭 上面贴了份告示 师徒二人游历九州归期未定 而一边将离的任务奖励也已经完成 就算将离见过大风大浪 一想到马上就能进入仙界 便难以压抑心中的激动 用这个坑爹系统的初衷 不就是为了使用空间传送功能去仙界吗 少年成为世间至强却不能飞升 因为他的系统还停留在五百年前 如今将离终于完成新手任务 一想到马上要进入仙界 饶势见多识广的他也不由有些激动 此时一道系统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开启原点读书功能 宿主可以通过消耗原点记住书中所有内容 消耗的原点与内容的晦涩程度相关 这个功能貌似还算有点用处 不算全废 可最需要的还是空间传送功能 未等系统把话说完 将离大喝一声 说出了他有史以来一直未完成的心愿 把我传送到仙界 可接下来系统的回答不由的 让他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请宿主提供仙界坐标 将离顿时感觉到一阵无语 我特别要是知道仙界坐标 自己早就撕裂虚空过去了 还用得着你啊 将离气的咬牙切齿 自从他获得这个系统以后 就没有从这里获得过一样有用的道具或功能 商城里的东西还没有自己这里全 毫无用处的地图碎片 自己一滴血就撑爆的极品灵器等等 就这也配叫逆袭系统 引路之下将离打出一拳 下一秒空间直接列出一个大口子 里面黑洞洞的 不知距离另一处世界有多远 他百年前就委托须弥山老佛寻找仙界坐标 因为他能横渡续空 续空中的刚风乱流之类的对他而言根本算不上威胁 将离之所以一直不敢轻易尝试横渡续空 是担心自己迷失了方向 到时候仙界找不到 九州也回不来那可就惨了 就在这时系统声音再次响起 检测到未知世界 是否进行传送 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音让将离一愣 要知道仙界统一的世界横河杀术 在每一个世界都建立了成仙天梯 只要每个世界的人达到成仙的标准就能成仙 反应过来的将离指了指那空间裂缝 难道说对面有其他世界 系统很快便给予了他肯定的回答 考虑到系统的坑爹属性 将离再次问道 那去了还能传送回来吗 倘若自己真是回不来了 便只能学习鲁宾逊写一本人黄飘流几了 系统已经记住九州世界坐标 并告诉他可以传送回来 将离大喜过望 那还等什么 传送 可下一秒系统却告诉他原点不足无法传送 将离强忍着心中怒气 那你说该如何获取原点 宿主可以通过做任务 或者出售商品获得原点 本系统将会以商城三分之一的价格收购原点 真是奸商啊 人但凡有点良心也说不出这种话 为了飞升将离只好应声复合 这时系统发布原点任务 去守阳山挖出200斤守阳石 对于别人或许困难 但对将离来说这不过就是手到勤来的事情 他来到上空 直接把整个守阳山脉连根挖出 恭喜宿主完成原点任务 奖励宿主50原点 可传送到刚才的世界 还需要56800元点 他第一个打残塔 看来只能用卖东西换原点了 将离翻了翻系统商城竟是些垃圾东西 于是他当场写出了一部残阳勾心工 把这本功法一卖直接得到1万多元点 早这样不就得了 还害得我去搬山 随后他又奋笔记书 写出了几部令世间未知疯狂的功法 把这些卖给系统 一下子多出来11万多元点 这回系统真的可以传送了 将离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 逐渐和另一处世界形成通道 以将离的眼光 一眼就看出来系统的空间 是高明到连自己都看不懂的手段 实际上他对空间之道一窍不通 来到未知世界 将离微微皱眉 这里灵气稀薄的令人发指 一望无际的荒漠上 将离任由风暴吹打自己的护身屏障 他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重力和九州相同 随后又抓起一把粗杀 物质构造也大同小异 只是为什么灵气如此稀薄 将离用神石扫过去 连一个人影都找不到 只能看到一群四郎四豹的野兽拱闭 他们似乎恶极了开始吃起沙子 而这群野兽同时也发现了将离 他们下意识就要冲过来 不过将离仅一个念头 就把这群野兽统统经过 在经过一番探查后 他终于明白 那群灰色野兽为何以沙子为食 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东西 野兽和沙子 别说人了 就连其他物种都没有 要是系统告诉他这里是地狱 他八成会相信 将离失望地离开了这里 对于能随手丢出强大功法的将离来说 原点对于他来说 就像是开着门的金库 想要多少就能要多少 他又接连打碎了几片虚空 可结果却没有探查出新世界 看来刚刚只是运气好罢了 就在这时将离通讯服突然震动起来 将哥 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 曾经的人皇后选 都说自己这边没人见过黑衣人 将离想不明白 为什么黑衣人就能肯定自己能当上人皇 那你去天机楼发个委托 他们鹿子眼 让他们查查三百八十年前 是谁传授给江一星魔道修炼法的 几分钟后系统又发布新的任务 大洲皇室学院即将开始招生 你并不是四大书院出身 你被书院学子嘲笑 请你在大洲皇室学院的考试中考到第一女 任务奖励一滴真龙血一枚妖兽化形单 开启特殊任务仙界弥宗 真龙血妖兽化形单被将离自动忽略 那仙界弥宗是什么 为开启任务 宿主无权指导 虽然这系统一如既往的坑爹 但也没说过假话 大洲皇室学院还真是有段时间没去过了 男人身为当时无敌的最强人皇 就连如何修宪的参考书都是由他出版 却没想自己考自己写的书竟成了倒数第一 为了完成系统的新手任务 江离被迫以学员身份前往书院想要拿到考试第一名 系统前一个任务奖励是开启原点读书功能 下一个任务就是入学考试 很明显就是让用这个新功能读书考第一 但江离觉得这简直就是在侮辱他 因为500年前江离没靠系统 就能在大洲皇室学院的入学考试拿第一名 500年过去更是成为最强人皇 眼界何其之广 应付一个小小的入学考试岂不是手到擒来 但凡用一下系统江离都感觉是对自己智商的侮辱 江离背着手四处溜达 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 与周围紧张的学习气氛格格不入 有人看不惯江离的模样 刚想冷嘲热讽两句 就被一旁的同伴拉住了 你读书读傻了吧 这种人一看就是胸有成竹 你看咱们书院里那些考试前几名的人 哪个不是看起来不怎么努力 结果一出来就是第一 想要嘲讽的那人顿时反应过来 好险好险 差点就被打脸了 这些人有的人关心考试 有的人关心美女 新来的考生中有个叫江静心 那绝对是世间罕有的美人 见过一面能让人一生难忘 江离路过这里恰巧听到几人的对话 总感觉这个名字透露着一股离谱的气息 果不其然神识探查后竟真的是静心圣女 江离看着眼前连样貌都不换的静心圣女有些意外 意外的偶遇让静心圣女也十分开心 江离知名度太高 九州到处都是她的雕像 所以每次都需要隐藏一下身份 而静心圣女只在几百年前下山历练过几次 认识她的人极少 所以你就是江静心 静心圣女红着脸小声恩了一声 这个名字自然是有私心 但谁能想到在这里还能见到江离 那你现在叫什么 孔离 恐龙让离的孔离 静心圣女觉得自己要做一名聪慧的女孩子 这样才能让心仪的男人喜欢 所以就没有问后面那句话的恐龙让离是什么意思 江离不能理解大洲皇室学院 有什么值得红尘净土圣女学习的地方 身为女孩子当然不会说出自己的目的 之前门派变故导致的她心情不太好 便想来江离待过的地方看看 没想到直接在这里见到江离本人吗 她看着同样来参加入学考试的孔离同学校而不已 江离只能以回忆童年为理由搪塞过去 我记着你是二十岁进入学院的 孔离同学童年很长吗 静心圣女扑斥一笑也不再为难江离 既然咱们都来参加考试 不如比一比 看看谁才能得第一名 江离也来了兴趣 两个人打赌书的那人要答应赢的那人一个条件 两人亲密的击掌让前来偷看的几名男生极为羡慕 说起来红尘仙子醒过来了吗 静心告诉江离醒过几次 但还是睡的时间比醒的长 祖师醒来以后也不怎么说话 就是在仙桃树停留的时间很长 江离已经跟孟江皇和卫皇打过招呼了 随后又再次嘱咐静心 可千万要把红尘仙子的事情保密 这要是透露出什么消息 只不定当年哪个见过红尘仙子的老家伙 就要冲进红尘境土 静心当然明白 但祖师真的要想跑出去 时间恐怕除了江离没人能拦得住 两人在男同胞们羡慕的视线中走远 咱们要不要去请天沙阁的杀手 我没钱 我也没钱 最后几人还是算了 天沙阁的灭顶之灾 他差点在两位路人的对话中爆发 回到房间后 江离拿出入学考试的参考书 然而结果让他有些无语 他记得五百年前参考书还是写散了 现在则都成了江离著 十本修仙参考书 八本是他自己写的 剩下两本还是关于他的书的注释 知道的以为他是学院的荣誉毕业生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初卷老师呢 谁让他成为了世间至强的存在 学院选择江离所著的书也在情理之中 这还能书 江离已经在想要给静心圣女提什么条件 考试当天江离信心满满的来到考场 当他看到试卷的那一刻 觉得自己已经稳了 这考题像极了语文考试阅读题 江人皇随笔节选 拍片就说大雨下了好几天 今天终于放晴 人皇为什么这么写 这句话表达了什么 江离忍不住嘀咕了几句 这也能成考题 想起来当初的情况 江离随手写下了自己感悟 没过多久江离就提前交卷离开了考场 紧接着静心圣女也出来了 我已经想好让你干什么了 静心圣女的笑容中透露着一股自信 江离忍不住怀疑他哪里来的勇气 考试结果公布当日 传来系统友善的提示音 任务失败 江离愣愣地站在考生排名榜单前 蹲着才能看到自己的名字 孔力倒数第一 静心圣女在人群中鹤立鸡群 他也看到了自己榜首的名字 这时静心圣女轻眼小嘴浑身颤抖 一个人黄考自己的书能考倒数第一 他已经快忍不住了 想笑就笑吧 看着静心圣女这幅幸灾乐祸的模样 他也没办法 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江离理智分析原因 随后准备去找考官算长 问问是不是判错了 他被世人尊称为九州实地最强的人皇 修仙界十本书有八本都是由他感悟所来 可男人五百年后再次参加学院考核 却没想一代人皇考自己的书境考了倒数第一 引路之下江离准备直接去找院长 如果只是倒数第一掌难院长肯定不会答应 但江离身旁还有真正的第一静心圣女 两人如愿见到了院长 江离墙压着怒火问道 你们是不是判错了 为什么我会是倒数第一 要是考个第二他也认了 但你给我来个倒数第一是怎么回事 你叫江离是吧 你还有脸问 李院长立刻用法术将其试卷投放到空中 让大家看看 你写的都是什么玩意 然而一旁吃瓜群众看完后却都觉得写的还不错 见众人疑惑 李院长便怒了 你们可知这些书都是江人皇必胜心血 岂能用自己随随便便的话替换 以你们现在的能力 还不足以理解江人皇书中的深意 因此就要求你们要死记硬背 先被赎再理解 李院长眼中容不得别人质疑江人皇分毫 他拿一道题举例 大雨下了好几天 今天终于放晴了 作者为什么这样写 江离竟然写连日下雨 偏偏那日是晴天 而这句话李院长当年可是琢磨了好久才解惑出来 他认为江人皇必有深意 肯定是修行中会有很多困难 就像这连日的雨一样 但总会有雨过天晴的一天 我们也一定能克服困难继续修行 江离有些无语的问答 江人皇为何非要有深意 李院长立刻横眉树木骂道 大胆 江人皇岂是你这种人可以质疑 在世人眼中江人皇便是圣贤 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改 写的东西一定大有深意 不允许有任何人非议 就凭你对江人皇的态度 就不能让你入学 此刻李院长散发出合体镜的强大威压 台下的学生哪里顶得住 顿时觉得呼吸都十分困难 静心圣女想要用合体气威压冲敌李院长 但她很快就反应过来 有人比她还愤怒 江离再也忍受不了李院长的歪理邪说 直接露出真面目 煞时间台下一片哗然 学院里就竖着巨大的江人皇雕像 在场谁不认识人皇 院长更是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几百年前学院学风开放自由 各种学术理论争相出现 而现在呢 简直成了我江离学院 拿着我随口说的一句话当经典 我倒是想问问你 你收获什么了 几百年的李院长 怎么也没想到人皇会回来 训斥半天的学生竟然变成了江人皇 江离失望地看她一眼 你通知在校学生 就说江某要开一次讲坛 名字就叫做权威不可信 当一个人被束缚在框架内 便永远不会突破 只有不停推翻权威的世界 才能获得进步 静心圣女见江离一直闷闷不乐便安慰道 不就是输给我一个条件吗 我不会让你做什么坏事的 而江离只是为自己的自大 而失去一个找到仙界的机会而叹息 难道你又找到了什么线索 静心圣女不由想到江离因寻找仙界 而干出的种种出格事情 例如听说集齐龙珠就能连接仙界 江离便找四海龙王借来龙珠 结果把龙珠盘的发光 也没见通往仙界的通道 难不成七颗龙珠才行 而后他又听说兵解成仙 便丝毫不抵抗任由天界轰击 结果直到天界哑火了他都没有受伤 不知道这回又听到什么成仙的传闻 就在静心疑惑时 突然一到通讯符又不受江离控制的响起 喂喂喂 江离再不在 喂 不在 江离没好气的骂了一句 道宗宗主撇了江离一眼 我找江仁皇呢 你一个道宗行走插什么嘴 江离见这家伙越来越没大没小 便教育道 你要是还想让我去你们道宗的仙气鉴赏大会 就最好对我恭敬点 此话一出道宗宗主立即换上一副谗媚的脸 江哥瞧您说的 我这不是特意来通知您来了吗 据我推测阴阳天印再有二十天就能自恋一转 您代表人皇殿 静心圣女代表红尘净土 您看如何 江离就知道这小子不是吃亏的主 临走之时发现他果然把手背在后面竖着一根中指 因为阴阳天印自恋一转 这可是几千年都碰不到的事情 道宗宗主不愁江离不来 还有十几天时间 你准备怎么去道宗 静心圣女好不容易见到江离 自然不会傻乎乎的说飞过去 别说江离全力飞行 就算是他也只用半天就能到道宗 做非洲过去吧 好久没过做非洲 江离点点头 好那我先飞过去吧 钢铁直男差点把圣女气昏过去 我一介若女子一人成非洲 你就不担心我遇到什么危险吗 江离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堂堂合体后期和若女子有什么关系 至于遇到危险 大概也只有御外天魔能威胁到他了 看来他是担心自己遇到御外天魔的袭击 江离对静心圣女的谨慎很欣慰 虽然静心圣女担心的事情微乎其微 但江离也不忍心把他好不容易才有的谨慎之心掐灭 也就同意和他一起成非洲 两人伪装身份后坐上非洲 途经号称土匪皇朝的白泽皇朝 因为现任的白泽皇是白泽和麒麟的混血 而妖兽只认精纯的血统 八位妖王不服白泽皇便各自化出一片地 如今沦为土匪我也不足为奇 非洲经过十一声英明从非洲下方传来 可还没等英妖装逼便被干翻在地 而出手者并不是江离 是一位叫物质的佛子 据说物质乃是佛陀转世 一出生就把一座小镇化为佛陀 就连他的父母也顶礼膜拜皈依佛门 须弥老佛听后立即赶来将其收为关门弟子 又轻定其为佛子 也正是因为他是佛陀转世 十四岁就已经成就了原因 要知道江离在十四岁的时候可还没穿越过来 十四岁的少年一出生就把整座小镇化为佛陀 就连他的父母也顶礼膜拜 身为人皇的江离一眼就看出物质佛子的灵魂异常强大 虽然还是原因期的灵魂 但灵魂却有万千劫难磨练的痕迹 要知道一般人轮回转世 灵魂便会痕迹全消成为新人 这小和尚只可能是前世过于强大 从而影响到今生 这时江离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面色古怪的对静心说道 这小和尚极有可能是你事工 此话一出静心圣女人都傻了 江离疑惑地问道 你师父亲遇倒孤的事情 你不知道吗 见静心圣女一时半会儿 接受不了这则消息 江离也没再多说什么 因为即便身为人皇的 他对转世也不太明白 自己活了五百年都没搞清楚 自己是穿越还是觉醒了前世纪 但这个小和尚应该是那人没错 而佛子身旁的那名儒生名叫王殿 则是儒宗行走 虽然年纪不大 却已经是七个国家的国师 就连化神七的儒生 都要向他请教儒道问题 两人跟江离一样 都是要去掀器鉴赏大会开开眼界 面对阴妖来袭 两人几乎一口同声说道 应施主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烧杀抢掠并非君子所为 可阴妖对两人的劝说充而不为 你们两人的教话 只能对金丹以下的有用 老子可是原音进大妖 两人共同叹了口气 小和尚从怀中拿出佛门至宝梵天塔 下一秒狠狠砸向阴妖 这梵天塔不过巴掌大小 可阴妖仅是被擦到的边就被撞到吐血 而王殿则抛出一张字帖 字帖上写着一个钉字 鹰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抓住了 王殿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老动用武力也不利于心境 听得鹰妖欲哭无泪 那你别动我 物质小和尚也同样为难 对方不听劝能怎么办 要不咱们再劝劝他 于是两人把定起来的鹰妖放在面前 一人在左侧念经 一人在右侧讲人 此时鹰妖受两人摧残 他感觉自己时而易心向佛 时而易身正气 精神都快分裂了 这特么到底是佛门儒教还是邪教 有这么强行改变别人思想的吗 仿制的梵天塔和大儒字帖 梵天塔乃是佛门的正脉至宝 就算是杜劫妻修士也不敢应接 更有传言说岂有破开空间之能 而大儒字帖虽不及梵天塔的地位 却也是儒教持有的正儿八经的仙气 在九州把宝物分为四重 一重是灵气 基本上每个助击修士都能人手一件 二重是法气 原因修士轻半数家产也能买得起 三重是道气 几乎只有皇室与合体进修士才能拿得出来 四重自然是仙气 九州之中无人可以锻造仙气 现有的仙气 除去阴阳天印是道祖在飞升之前炼制的 其余都是曾经的仙人从仙界带到九州的 只有寥寥几件 而仙气中最出名的自然就是道宗的阴阳天印 佛门的梵天塔以及儒教的大儒字帖 所有人都认为佛门和儒教是不会让自家小辈带出来的 只是给了他们防品护身 而静心圣女却十分疑惑 因为他也有一件道气 名为十二品清廉 所以他对道气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总觉得梵天塔不像是道气 他把目光投向江离寻求解答 江离点了点头 你没看错 这梵天塔是真正的梵天塔 没想到须米老佛这么重视这个新佛子 连这种东西都敢让他带出来 其实传客们也只是从常识考虑 随后江离叹了口气 怎么现在年纪轻轻的人就这么依赖宝物 不只是这两人 几乎所有修饰一样 倾家荡产也要买一件宝物 静心圣女支支吾吾辩辩解道 那是因为宝物真的很好用 你哪能要求大家都像你一样 把仙气放到蒙徽都不用 江离还想说些什么 但看静心圣女委屈巴巴的样子 没再说下去 就在两人聊天之时 突然发现传客们已经分为了两对 一堆在物质佛子身后的人 他们觉得此生罪恶 竟要把钱财拿出来供给佛子求来是头个好台 另一堆在王辩身后 他们对家国情怀有更深一层的体悟 发誓回去后一定要为国家或宗门鞠躬尽脆死而后 静心圣女从没见过这种情况 觉得有些恐怖 在他印象中佛门和儒教没这么邪门了 还强制洗脑